你没事吧 我没事 谢谢你救我 不客气 看着突然冲过来的小混混 龙叔这才恍然惊觉 这个女人也是其中的一员 原来由于龙叔经常打抱不平 让附近的混混头子非常生气 这才设下这么一出陷阱 尽管龙叔伸手格外能打 可还是架不住对方人多势众 很快他就被逼到了死亡 但小混混并没有立马动手 准备来点更刺激的游戏 于是他们翻出了大量的玻璃品 接着把外套卷到木棍上 用这种方法将玻璃瓶发射出去 龙叔对此却不敢反抗 只能尽可能的灵活躲 没想到小混混看到这一幕 突然有了个更邪恶的想法 早准备好了